台中市有一间才刚刚开幕不久 晚间十点才营业的人气拉面店 生意相当好 每天卸卖五十万 因为生意太好了 客人干脆把机车违规停放 挡住隔壁租出行的进出 那么租车行的老板气不过 直接将机车给推倒 还和客人起了口角大打出手 双方最后还互控伤害 一大群人为在拉面店的门口互相动手 有人被打到当场流血 而在旁边前去劝架的民众也被打伤 四个人打成一团 这间位在台中市的人气拉面店 每天限量五十万 却因为生意太好 顾客停车挡到隔壁的租车行 车行老板一直气不过出来打人 他们有过来问这样的 那刚好那两位客人去买饮料 所以我们临时找不到这样的 所以他们就把那个摩托车给踹倒 挡住租车行进出的机车 被老板一下子就推倒 有客人看不过去 说了一句没有必要这样 把机车移走就好 反而让老板更加气愤 老板的弟弟低调的表示 有的时候机车真的会挡到门口 当然没办法出去 还好吧 有时候下班才要叫他们移 而有募集民众就表示 自己是排在第四个 好不容易等到他时 却发生斗殴的意外 让他只能请老板打包 而拉面店也因为这件斗殴事件 只卖出了四碗 至于起冲突的双方则互控伤害 谁也不让谁 记者唐炯 赵建林台中报道